而县委员郑宝秀是针对国防及地方的经济产业发展提出建言 他期盼县政府能够在不侵害民众权益前提之下 把城市建设配合国防需求 同时他也希望县府能够协助沙滩车的业者恢复营运 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 花莲县内有不少军事要地都集中在新城乡 而平坦又广阔的海岸线也被列为战争中遭攻击的重要热区 县议员郑宝秀期盼县府能在不侵害民众权益的前提下 将城市建设配合国防需求 就例如我们海峰部队前面要做这个缺口 因为一部车它非常的高跟非常的长 它如果要转弯的要必须花15分钟 他们要发射只要6秒钟 但为了这个15分钟 我认为真的我们要配合 现在我们要配合我们的部队有虚取的时候 不是危害到人民财产的时候 应该要协助在我们这个国防的建设里面 没有国哪有家 这是我非常在意跟重视的 而在旅游方面 则希望县府能将沙滩车业者回复营运 继而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 沙滩业者说真的 有80%是在新城乡 也因为有沙滩业 所以带动我们新城乡 整个花蓮市的这个餐饮业 跟这个住宿都非常的蓬勃 但是也非常多的问题引申来 所以现在我们花蓮县市 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坐沙滩车的 那我是希望我们的处长 能够到交通部这边能够帮忙协调 找一个专区或是说可以让这个沙滩车复活 然后带动观光 记者徐立芹怀宁市报导